大家好 我是ToysFogger的迪普 歡迎大家收看ASAP Unboxed 這次為大家帶來的是VisioJet Roboto 機動警察2-3號機套裝 之前已經推出了1號機 接著2-3號機也即將退出 現在還在開訂單 但我手上已經收到廠方給我的示範 到底這次2-3號機套裝和1號機有什麼分別呢? 我就馬上帶大家一起去看清楚一點 打開說明書 我們會看到所有產品功能 或者注意事項都一目瞭然 都已經告訴大家 特別有注意事項 可能一會和大家詳細探討 把吸索拿出來之後 就發現上下兩層 上高就是英格倫2-3號機的主體 而下層就是VisioJet Roboto的專用地台 我們由第一層開始看 打開了這個吸索面 就會看到VisioJet Roboto的英格倫2號機的主體 來到配件的部分 其實配件都非常豐富 包括有10個不同的手型 還有一個盾牌 盾牌 盾牌後面可以收納到電擊棒 而電擊棒就以兩個不同的模式去展示 然後就輪到左兩手槍 然後就輪到這支防暴槍 防暴槍是可以上堂的 還有這個把手可以活動 另外它還有這個把手可以活動 可以拉出來變形的 這支防暴槍也是金屬的 然後就輪到這支防暴槍的部分 然後就輪到車牌的部分 然後就輪到車牌的部分 全野明是1號機 太田宮是2號機 男文人是3號機 我們分為前面和後面 而這個有螺絲位 就是後面的車牌 然後就輪到3號機的肩膀 1、2、3號機的肩膀 設計都完全不同 但留意前面和後面的分別 就是後面會有多一個 這種情況掛的細節 而1、2、3號機其實也有類似的情況 記住裝的時候就不要裝翻了 而頂部這個警示燈 它只是變了一套電子零件 所以這個3號機 它是沒有電子零件的 它們是共用的 如果你要裝3號機的時候 就要把2號機的電子零件 拔出來裝上3號機那裡 接著就是這個3號機的頭寶 它的設計上是沒有傳統機器人的中硬的感覺 變成感覺上更有無人機或者兩餐機的感覺 還有這個就是帶有護罩的面部 它可以更換成為戰鬥和普通的模式 最後當然是兩位好出色的駕駛員 太田公和南雲人的 其實以有扭彈的尺寸來說 我覺得這個太田公是交到水準的了 太田公比較肥 所以放進駕駛裝的時候 可能要花一點點工夫走一走 我們可以把3個駕駛員一次過比較一下 這個專用地台的裝備都非常簡單 只要把這個底和活動的支架裝上去就可以了 這個地台和市面上一般其他品牌的功能都大常交易 有一個其中一個鎖是負責在調角角度的 調角角度後 掉下來就會鎖住了 這個按鈕是負責調教地台的長度的 如果你向上 只要向上 按鈕是抽出來的 都是有調節鎖住的 如果你要向下 就把這個按鈕按下 按下就可以把地台縮下來 有了這個地台 大家玩的姿勢上來就更加得心認手了 然後輪到駕駛員部分 可以把太田公完整地放進駕駛艙裏面 我們首先把上面的蓋拉出來 拉出來 拉了之後就把它推上 然後把下面的部分拉下來 大家應該看到駕駛艙的部分 駕駛艙的內部結構都非常精緻 放進駕駛艙裏面 可能要這樣走走角度 才可以把它放進駕駛 把兩隻腳放在腳踏上高 這樣就完成了 而這個駕駛艙 它還可以把它升高 大家知道 是把腳踏的部分 低高一點 它就可以升高了 你看到 台田有在頸部出來 先把它放下 然後再升高 你看到分別是怎樣的 大家記得把上高的這個 槍掛上來 這樣就可以 模擬它劇裡面的駕駛 的狀態 當我放了太田公進去的時候 我們可以關上駕駛艙裏面 然後把前面的空夾拉下來 然後移動 移動到最盡的位置的時候 這個駕駛艙就完成了 然後來到可動測試的部分 基本上它的頭部的可動範圍是這樣的 原來它是波瀉的 其實它的幅度都還可以 其實它也可以有一個關節 是把頸部向前 但是這樣有時候 就會把這個太田的頭頂上去 然後肩部 肩部也是提起的 基本上這個肩 它也是有波瀉可以獨立的移動 而你可以提高手的時候 大約是提到這個地方 那手呢 它也有向前和向後的 肩部是可以向前和向後的 手部的可動 只要把手腕拉到同一個角度 這樣就可以做到 這樣收拾距離 這個可動應該應該是夠用的 然後看一下上半身的腰部 可以左右移動 可以這樣前後的 基本的腰部轉都沒有問題的 大腿其實是可以拉出來的 變成你如果要動動的時候 當它拉出來的時候 你看到有明顯左右兩邊不同的分別的 如果拉出來 它就可以做到更大的可動範圍 不對 其實也很難得一字牢 拿上來的時候 它也不會被這個護甲頂住了它的可動位 為什麼呢 你踢到這樣也沒有問題的 然後膝蓋可以雙重關切 未穿可以摺到這個距離 看看這邊 然後到腳板的部分 腳板呢 其實它這次的鞋子 都會有這個摺位 有一點點摺到的可動 而本身它可以 壓到這個位置 後面就少了一點 另外就是左右了 左右 由於這次用了合金的骨架 變成它動 基本上整隻都非常紮實 它的關節呢 真的很緊 變成你玩那麼久都比較鬆的感覺 小福寶寶這個成品的優點 就是它用了那些布的質地 去遮住了這些關節位置 變成了還原原原本警察的機設 以往Bandai 以前就用了一些橡膠 又或者是其他不同的牌子 都有不同方法的處理 但我覺得這次的處理 感覺上是不錯的 這隻布選得不錯 另外一個特別要介紹的位置 就是它HOMBO這個牌子 起口的位置 它做了一些射扁的設計 令到細緻度是非常之高的 另外是打開它的兩邊的肩膀 它還有兩個鏡燈 當它有霧的時候 就會亮起了這顆燈 由於這個比較小 它就做不到閃燈的效果 如果真的做到閃燈的效果 就只有肩膀的這兩個部分 我們就把這個肩膀的部件拉出來 其實你打開它就看到 裡面有一組電池零件 就用兩顆AG1的電池去推動 只要你按下這顆黑色的按鈕 它就會閃燈的 這個就是沒有警車那種的警示燈 然後把這塊電池板放進去燈罩 然後把指示燈放在肩膀的位置 而這邊的肩膀也同樣地 都把它按下閃燈 然後放在肩膀的位置 這樣就完成了 你看到它把這個燈亮起了的時候 那個感覺真的非常漂亮 令到這個耗的性度特大太高 如果加上了警車聲 那些VOOVOO應該會比較好 但是這個系列沒有這個聲效 大家就要在腦裏補完它們的速度畫面 現在來到一部機關的部分 其實它的右腿裝甲是可以打開的 就可以還原原設的 那支左燈手槍收在內部構造 只要你打開這個裝甲 左燈手槍就會自動連動走出來 可以再看一次 就是打開那個裝甲 手槍就會自己連動升上來 而右手也有一個延伸的機關 而右手也有一個延伸的機關 所以你把手拔出來 就可以做到劇中的拔槍的動作 然後把槍縮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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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完成到拔槍的部分 然後把槍縮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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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個標準的裝備 就是盾牌 盾牌 盾牌 可以安裝在左手上高 而它可以收納了一支 收納了的電擊棒 而裝備都非常簡單 只要在左手上位置 它有兩顆圓形的蓋鍵 把這些鍵拔出來 盾牌有兩顆釘 你把它插上去 就可以完成安裝盾牌 而另一個經常都用到的配件 就是電擊棒 電擊棒就藏在盾牌的內 使用的時候 只要把它拔出來 這個是一個收納令態的電擊棒 本身它已經附送了一支 是可以新長作的給你的 用回電擊棒的收益 就可以成功地 用到電擊棒 接著就要介紹它的戰鬥面罩 它有另一個部件 是讓你更換用的 要換的情況也不算很困難 只要把整個頭部拔出 把頭盔的面罩 從頭盔的底部拔下來 再把現代用的面罩 跟換上去 這樣就大功告成了 然後我們可以把防暴槍 都放上去 選擇防暴槍的手型 之後就把手放上去 這樣就完成了 好 來到最後一部分 就是把2號機 轉換成3號機的部分 根本主要是有兩個肩膀 和3號機的頭部 拔出來 它就是一個波齋 換上3號機的肩膀 最後就換上3號機的頭部 最後不要忘記了 換上車牌 這次Visivo Roboto的機動警察2、3號機 就和大家介紹完 這個個人評價來說 是一千元不用的價錢 如果有這個 這麼實在的成品 合金 我覺得這個 對於粉絲來說 應該都算是很超值的 因為我之前也有買Wuberman 到Wuberman 一出都應該三四百元 但是這個全合金 那個分量是完全很足 還有它有發光的燈效 這個是加分很多的 還有一個來購機 還有很多人制 雖然人制 就未必是非常精細 但是去到這個尺寸 我覺得都可以接受的 當然 它接下來出的一定會有 鷹頭絲 希望鷹頭絲 它是以這個 豪華套裝 不用分開水中型態 或者空中型態 正常來說 人都比較喜歡空中型態 還有零色 零色 零色 我都希望它快點出 因為我都很喜歡零色 因為它的設計 是非常精彩的 希望 機動警察 這個產品線 可以繼續 有更多敬禮給大家 尤其是指揮車 到底會不會出 我就是不知道 希望它也會考慮 我們的粉絲 需要出指揮車 好 我是Torres Walker的Pro 今次講到這裡 下次見面 拜拜